说起这个特殊的学生,带了他八年的乔老师,言语间充满无奈,因为出生时脑供养不足,小振宇的智力发育比普通孩子要慢一些。 到了上学的年龄,一波一波的小朋友都去上一年级了,而振宇却没办法正常上学,尽管四年前振宇就已经不适合待在幼儿园,乔老师却始终不忍让他离开,有了乔老师的照顾。 小振宇的父母也能放心出去工作赚钱,给振宇做康复,再过两个月,这一批孩子也要升入一年级,虽然心有不舍,但乔老师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,让振宇离开幼儿园。 乔老师始终觉得,振宇虽然离别的孩子慢一点,但是与人正常交流沟通是没有问题,升入小学,学习更高一级的知识。 或许对他的智力提升有帮助,经过与振宇的简单沟通,特殊教育专家将老师认为,小振宇的智力障碍属于中等程度,就读普通小学不现实,而四锤当地只有一个针对龙养儿童的特殊学校,并不适合振宇就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